欢迎各位来到上海宋庆林故居纪念馆参观 这里是他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 也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1949年春天宋庆林迁居于此 同年5月宋庆林就是在这里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宋庆林的客厅不算大 但这里却成为了新中国一个重要的外交大舞台 在这里他先后会晤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也在这里款待过EPP海外代表团 国家元首和国际游人 建国后宋庆林承担了大量的国务工作 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在这里批阅文件和信函 1949年6月宋庆林就是在这里写成了著名的文章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各位同胞们 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一个最伟大的时期 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 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这是我们祖国建设和前进的工地 我们的情志是生产 更多的生产 向人民的力量致敬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灵 自由诞生了 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 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这是胜利的高潮 荡漾到每一个口岸 各国的人民与动空气流勇 把我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合在一起 加上政府感到战斗 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 这一次胜利的战士们的力量增强了 他们的英勇无品 他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连在一起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 这男生在上海 生长在江西的重山里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天南奔骨中 百叶陈昂 在农村的地独立成熟的 领导者 向中国共产党施敬 是的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时期 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 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实力控制的束缚 我们产出了奉献之处 人民争承向新的更光辉的豪风 敬礼 中国人民革命斗争 圣灵 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